大家好,我是莉莎江 今天這集要來為大家帶來巨蟹座的 2022年下半年度的塔羅占星預測 一樣為巨蟹座的朋友而抽幾張塔羅牌 配合占星來看看巨蟹座朋友呢 在下半年度的運勢如何 同樣提醒各位在參考運勢的時候呢 同時參考你們的太陽還有上升星座喔 海洋黃通靈者在每次星座預測之後 需要大家幫忙及其分享也不至朝損 所以請記得幫Lisa講按下訂閱頻道 點開旁邊的小鈴鐺 將會定期更新有關星座塔羅的相關資訊 首先來看看為巨蟹座朋友所抽到的第一張牌 第一張牌是寶劍酒的逆味 這張牌面呢從牌面上看起來 就讓人家覺得不是很愉快 旁邊上的男人呢 好像在哭泣一樣啊 手撫著臉 一部分的被子已經掉到地上 而且旁邊還插著九把劍喔 雖然寶劍酒不是一張高興的牌 但是它也不代表呢 它在預測你的悲傷 並不是這樣的意思 通常它就代表呢 某一些不愉快 或者是有一些麻煩的事情 即將要轉上門 或者是呢 它要表明呢 你在這個方向的道路呢 並不是相當的好走 今天我們抽到的是寶劍酒的逆味 寶劍酒的逆味呢 通常都代表著呢 有一些事情讓你感到非常羞辱啊 或是你本身呢 做事情呢 比較優柔寡斷 心裡呢 有個莫名的恐懼感 對於生活周遭裡的一些謠言啊 或者是重傷啊 覺得不舒服 所以這張牌正在提醒 巨蟹座的朋友啊 建議巨蟹座的朋友 可以回到寶劍吧 寶劍吧呢 就是回歸到自己的內在情緒 從你的內在去做調整 面對心中的陰影啊 想辦法去排除這個憂慮 解除你的緊張感 如果沒有辦法完成這樣的功課的話呢 可能在未來 想要期待幸福呢 就是一件很難的事情 所以提醒各位 好好的去跟自己內在的心靈做溝通 確定呢 哪一個人 才是你生活當中最重要的事情 接著再來看看 WG這座朋友 所抽到的第二張牌 第二張牌是 先臂2 旁邊上的男人手拿兩個錢幣 這兩個錢幣呢 是以一個無限的符號啊 在循環著 而且呢 他還可以單腳離地啊 即使把玩這兩個錢幣 對他來說也不是難事 請注意牌面上這個男人的後方 有一艘大船和小船 行駛在海上看起來顯像還生 彷彿隨時都有反覆的危險 基本上兩個錢幣呢 代表著二元 那麼有二元就有對立 如果一直處在循環的狀態裡呢 都沒有問題 但是一旦呢 這個流動停止下來 你的麻煩的可能會一個接著一個來 這張牌在暗示巨蟹座的朋友 在未來的下半年呢 你們的人際關係呢 可能會有一些小麻煩啊 一波接著一波 而人際關係呢 影響著家庭生活還有工作方面 所以在處理很多事情上 首先呢 你必須要有是非判斷的標準能力 這樣才有可能啊 有效地解決問題 而同時這張牌也在暗示著你們啊 或許呢 在未來下半年呢 你們的財務上呢 會有一些波動 在未來有可能會有較大的起伏 所以建議巨蟹座的朋友啊 在未來下半年 你們的財務規劃呢 先做好保本的計畫 讓自己呢 才能夠保有穩定的生活 再來繼續看到 我巨蟹座朋友 所抽到的第三張塔羅牌 第三張牌是聖杯吧 牌面上呢 一位穿著紅色的斗篷的年輕人啊 阻著拐杖啊 似乎是要離開了 而且這個年輕人腳下走的啊 到處都是岩石 牌裡的年輕人呢 在生活當中 可以是幸福 也可以是悲傷的象徵 牌面上在年輕人周圍 那些崎嶇不平的景觀 在生活中可能會遇到的一些危機 如果在行事方面的話呢 這張牌通常都是建議你們啊 有一些舊的事物或是觀念 必須從現在的生活當中 刪除或是拋棄 而且呢 如果在工作或職場上呢 抽到聖杯吧這張牌 通常代表的呢 當事者呢 對目前的工作啊 並不上心 也就是呢 做的呢 有點心灰意冷 你的心思呢 正在其他的地方 而且牌面上呢 缺了一個腳的聖杯 也許正代表著你啊 有半途而廢的傾向 可能在未來的下半年間呢 會對這些呢 有一些小小不滿意 建議你們呢 換個角度來想啊 不妨在生活當中 增加一點新的刺激 譬如說給自己定一個更好的目標 更新的事物 一方面可以激勵自己呢 繼續往前進 一方面呢 又可以增加呢 生活動力 塔羅牌在2022年的下半年度 想要給巨蟹座朋友的啟發呢 就是知足禪樂 接著呢 我們用真心的角度 來看看未來下半年度呢 巨蟹座的意識如何 首先 近年的木星 進入了巨蟹座的旅行工 所以出遊旅行的機率大大提高 也許呢 會很想外出 或者是呢 有很多時間呢 他不在家裡 如果是出遊的話 記得要慎選食物 因為呢 在下半年度呢 特別容易呢 會有腸胃道的問題發生 建議你們 平常也要注意飲食上的規律 記得不要暴飲暴食 至於在感情桃花孕部分呢 在下半年度呢 特別是11月12月的時候 負面情緒呢 可能會增加很多 你要小心控制好你的脾氣 很多巨蟹座朋友呢 在今年的感情桃花孕都不錯 但是呢 巨蟹座朋友呢 可能會遇到呢 自己相當欣賞的人 雖然這個人的個性 工作還有成長背景 都與你有相當大的差異 但是呢 還是禁不住了 兩個人彼此之間的奇妙吸引 一定有男女朋友的巨蟹座朋友 或是已婚的巨蟹座朋友呢 只要小心 今年的誘惑比較多 留意不要捲入別人的三角關係裡 在職場工作均方便呢 在下半年度呢 巨蟹座的朋友呢 心思呢 大部分放在失業比較多 所以對於家人呢 或者是伴侶呢 照顧的時間就會減少了 但是幸好你們在職場上 也會繼續保持自己 往前進的力量 把握每一次小小的機會呢 努力去突破 而在財運方面 今年的土星 就位在巨蟹座朋友的財務工 所以照這樣看起來 可能會帶來一些錢財上的損耗 所以建議巨蟹座的朋友 對於自己的經濟基礎呢 還有承擔風險的能力 一定要徹底掌握 不要超出自己的能力範圍去做投資 而且在未來下半年呢 消費還是處於增長的趨勢啊 購物欲還是蠻強的 需要注意靠近年底 11月和12月的時候 有一個火星逆行 可能會導致你們會有大筆的機能輸出 以上就是本集的內容 有任何疑問呢 歡迎在影片下方留言 看完請記得 請幫麗莎講點個讚 還有呢 分享與轉發給感興趣 還有有需要的朋友 我是麗莎講 我們下回見